十一月在你掛場日曆的主題叫做《風盛》 不知道你覺得什麼叫《風盛》呢? 你會覺得什麼才夠風盛呢? 我們小時候讀書時有個故事很深入我的內心 以前有一個人叫做《孔雍》 有一天他爸爸有人送了一些禮給他 一天他的弟弟有個牌子 他們就一個一個去拿了 孩子一邊一邊去拿了 弟弟先拿,一拿就拿到最大 孔雍就拿到最小了 孔雍就拿到最小了 所以在尤雍的課程中,他只拿到最小了 然後他每個都拿到最大瓶呢? 所有孩子都拿到最大瓶呢? 你會拿誰呀? 所以如果你是孩子,你會拿到最大瓶呢? 所以他弟弟是很興奮,問他為何你選擇最小的? 你不喜歡吃你嗎? 你不喜歡吃你嗎? 他說不是呀 他回答說,我不是呀 然後呢,為什麼你選擇這麼小呀? 所以他回答,為什麼你選擇最小的? 然後孔雍說,弟弟小時候,他要吃大的 所以孔雍說,因為你的小弟弟是小的 所以他要取得大瓶呢? 你快高長大 所以他可以長大 所以弟弟可以長大 我哥哥大了 然後我大了 我們孔雍說,他們大了 他們要拿到的能力,所以要吃大了 哦,那他說,我拿個小的已經很足夠了 然後我選擇最小的,就足夠了 我的爸爸呢,心裏面呢 如果你做父母,看到這個兒子的想法 其實你有很多安慰 所以這個書叫做統容讓你 啊,背後不是因為他得到有多少 啊,而是背後他那個原意的原因是很有意思 啊,鄧姊姊妹,今天我們帶著一些 我們帶著一個觀念,看風盛 我們帶著一個觀念,看風盛 鄧姊姊妹,今天我們看風盛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我們有沒有,我們會多一點 那我們就很風盛了 當我們分析風盛,我們會分析 我們可以分析多嗎? 或者今年比去年少了一點 或者一樣,或者覺得不夠風盛 甚至於這個年來,我們會有少少 或者甚至少少,而我們會不會感到 浪費 鄧姊姊妹,今天我們來到上帝的面前 會值得我們想一想,究竟什麼才是風盛 或者什麼才是真正的祝福 今天我們看《生命記》的第八章 我們為了一個的人物叫做摩世 摩世帶領以色列人從圍牢之地埃及去離開瓶到神次雨的應許地 所以摩世帶領以色列人從圍牢之地去離開瓶牢之地 當他們準備出了他們的時候 波西在《生命記》的時候 給他們一些提醒 所以摩世帶領以色列人從圍牢之地去離開瓶牢 當你進入圍牢,他們得到很多祝福 但是不要分略了你淑靈心命裡的祝福 祝福我們,幫助我們 Current, right now, we as a Christian, we always want, we get the blessing and the help from the Lord 是不是你求什麼,神立刻給你,或者很多給你,那又是一個祝福 We think that God can give us what we pray for immediately or even very much, then we get the blessing 在神幫助和慈福的背後是對你人生,對你和神的關係有什麼幫助 So, we will see what the blessing that we get from God will help us to build our life and relationship 阿弟姐妹,今天讓我們能夠透過《生命記》的第八章裡面 我們看看究竟什麼叫封舍 Food Deuteronomy chapter 8, we will try to look at what's the real meaning of abundance 怎樣才得到人生最寶貴的、重要、神要賜予你的真正的方式 So, we will look at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thing that God will give us as abundance 請我們一起讀第一節,好嗎? Let's all read verse 1 together 第一節說,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的戒名 你們要謹守遵行,好叫你們傳活的人數爭奪 你盡許得耶弘華香,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的那地 什麼叫祝福呀?在這裏我們好想得傳活、得人數的爭奪 So, what does that mean,abundate that time? That means you may live and increase, that's what they define that time 但是在這裏的時候,我須和他們重回顧神在這一段的期間裏面的經歷 And Moses try to reveal what they experience they have in the last 14 years 因為他們整四十年在抗野裏面游蕩 Because they have been in the desert for around in the desert for 40 years 有些人這樣去統計,如果他們真是很順利進去經歷地的時候 其實十一天已經走完的 Someone have estimated that if they really need to enter into the promise Because it only takes about 11 days 為什麼神要他們在四十年在抗野裏面究竟有什麼作用、有什麼生意? Then why God need them to be in the desert for 40 years?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是不是神不祝福他們,或者他們不夠封聖? Or just God is not giving them enough blessing and they don't give them enough abundance? Moses really understand the reason behind and such he said in verse 2 Remember how the Lord your God lead you all the way in the desert those 40 years to humble you and to test you in order to know what was in your heart 聖經不容易看到究竟什麼原因 但是經文聖經說了一個原因 他說to humble you 其實是讓意思的人更加懂得天秘字 So from the NIV English version You know that is the biggest reason is to have the Israelite to learn how to be humble 原來什麼的更豐盛不是那麼密質的擁有 原來在整個過程裡那些的以色列人能夠反省到 去懂得、學會了、謙卑自己 這個是他人生最踏向豐盛的第一步 So the abundance is not related to any material rather than you have to be humble yourself 不單止這樣 如果你有機會看《馬太福音》第十五章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read Matthew chapter 15 神很多時讓人去祈求 不是馬太福音第十五章 Lord don't respond to the prayers in the moment or immediately 有時神會容許一些困難或者一些挑戰放在那些人的當中 讓那些人能夠懂得謙卑自己 So Lord will allow some test or challenge among those people so they can test themselves 馬太福音第十五章記載一件事 In Matthew chapter 2 there is a story 有一個外邦的女士來到耶穌的跟前 因爲她的女兒是有需要去幫助 So the Gentile woman get in front of Jesus because her daughter needs some help 耶穌在當中的時候 那個回答在歷世歷代很多人成為她一個好奇的半腳石 或者覺得耶穌很不近人 But the Jesus response The woman has been a stubborn blood for lots of believers that feel that Jesus is not really personalized 因爲25 SO�anni so it build so it just feel like that I ask for help but you treat me like a dog 所以在歷史上,很多人,在歷史上,他 hesitated, 為什麼? 他在歷史上,他在歷史上,他在歷史上。 《雅七節》中說,那個婦人的回答說,主是不可,但是九日的主人卓子雕下來的碎渣兒。 《耶穌》,她說,《耶穌》,她說,《但甚至狗狗是狗狗,從師父的座位》。 《耶穌》立刻對這個婦人給她一個評價。 她說,你的信心是大的,就照你所要的,給你完全了吧。 耶穌要她考驗國外幫人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很想她倚靠實? 如果父母的兒子來問你什麼,你立刻給她的時候,兒女不會珍惜。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想一想,原來耶穌要考驗這個婦人,究竟她不是真的很想去要求神幫助,而是她有沒有將自己放下,兼卑自己去懇求神的幫助。 因爲耶穌體會到,人的謙卑,彼此是滿足你的需要,更為重要。 你會留意第二,即是後半節。 聖經說,你試驗你,你要知道你身內如何,肯守他的界明筆。 聖經說,你試驗你,要知道你身內如何,肯守他的界明筆。 不如去考驗我們的心,究竟是怎樣。 聖經說,我們在這裡問,難道神不知道我們的心嗎? 聖經說,當然啦,神無所不知去知道你的心。 聖經說,當然,神在這裡要誰去知道他的內心? 聖經說,神透過那些困難的試煉,讓我們能夠了解我們真正的心態是什麼。 聖經說,神透過那些東西。 聖經說,神透過那些人有需要,如果對方能滿足你,他叫你什麼要求,你都會馬上說,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有些人要求助,他們會繼續說,對,我們可以。 一會兒就忘記了。 他們會忘記了,父母會知道。 子女要你幫任何事的時候,你記住,你可不可以?我可以可以。 然後一會兒就沒有做,你叫他洗碗不洗。 我們請孩子去做什麼,然後我們就說,對,對,他們可以。 但其實他們沒有做。 Petrick,你自己打你,你可能每個禮拜都要出去幫忙。 因為孩子在家,你應該要獨立,但為父母還需要幫助他們洗碗。 甚至原來透過這些試練,是讓我們更加認識到自己。 聖經很多時候會用這樣的方法讓我們更加了解到自己。 聖經很多時候會用這些試練,所以我們能夠認識自己。 盧家方第九章記了一件事,那些門徒出傳福音,但有一些地方不能接待他們。 那些人呢,那些人呢,那些門徒就來到見耶穌。 所以那些弟子去跟耶穌說。 哇,他們很勇敢去立村。 你讓我們吩咐火從天下天上降下來。 神燒他們,盡以靈雅一樣。 神燒他們。 所以他們問他們說,那些vision不代替 AMERQ不會當尊重他們。 神燒他們。 所以他們問,那些門徒會令我們吩咐火從天下天, 調查他們。 你會看一瞬後,你們會覺得他們知道自己有能力。 神燒他們知道自己有能力。 shield 所以ito次神燒他們認為他們拿了魔法來擬発。 但是那些能力用錯了。 But the power is not in the right pathway. 耶稣回敬他們一句的話,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自動。 And Jesus responds, ye know not what manner of spirit ye are of. 秉姊妹,好多時我們的內心真正是等於我們。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sometimes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or recognize ourselves what we are really thinking. 有時神立刻滿足我們的需要,不是代表祂不愛我們,是神要讓我們更加認識我們自。 So God doesn't satisfy ourselves immediately, it doesn't mean He doesn't love us. It's trying to help us, we love ourselves even more. 原來第三個層面的師奶第三節說, 我苦練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你祖道不認識的馬那刺給你。 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但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原來很多時候我們憂慮我們是否夠不夠食,有沒有很好食物。 其實這些是很重要的東西,有一些比食物更加重要。 就是神的懷疑。 It's the word of God. 鄧姊姊妹,今天在大疫情的底下,可能你家裡已經處了很多的糧食, 或者在你的銀行裡也都有很多的錢, 或者可能你也都擁有很多的財物。 但是為什麼我們仍然憂慮恐懼? 因為人有些事情,不是物質可以滿足到你的。 因為有些事情,不是物質可以滿足到你的。 心裡的朋友,今天我們需要的是神的話語帶給你每天面對未知之數那種的平安慰、鼓勵和引導。 So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we can get the peace, a guardian and needs from the God's word. 做過埃及王子的摩西,祂知道不是物質可以滿足到祂, 而是祂經歷的在撒彈,在山上裡領受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帶給祂生命充滿光彩。 So Moses even has been a prince in Egypt. He realized the truth is not important. He can get the word from the God directly. We understand this word because Jesus has used that too. 因為耶穌出來傳道之前的時候在抗野被撕裂。 Because Jesus was being tested in the desert. 在40天很肌餓之後的時候,魔鬼就出來去撕裂耶穌。 或是試探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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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you the son of god then change your rock into a bread for your food? 耶稣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And Jesus' answer is written, Man does not live on bread alone, but on every word that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We will just follow our body's need, and then we may really easily to form the trap of Satan and kill those stones to become bread. We忽略了,依靠神的话语,我们很容易跟随了魔鬼的引渡. 今天在大疫情,我告诉你,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食物.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吃到很有罪咎感了. And we maybe have eaten like we feel guilty to eat that much. 我们吃到大家都要很减绑。 We try to eat in such a way that we get a lot of weight. 我们越吃得多,我们会忧虑,因为我们会担心我们身高,我们会担心我们的体重。 And when we eat more, we get into, we get worried, because we're getting weight. 我只可以给你个头你去看的,我不敢给你个肚子去看的,因为肚子很大。 That's the reason I hear you just my face and not show you my whole body, because my tummy is getting big.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得到心里面那种的鼓励,平安,安慰和引导。 我们需要每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供从祂的怀。 耶稣不需要将石头变为食物,祂仍然可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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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封城? 如果你问摩世,摩世会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告诉他,得到神的话语才是人真正的封城。 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懂得谦卑自己,我们更加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更加懂得将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调查。 顶姐妹如果有人问,你封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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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能够调查到,神让我懂得谦卑,见识自己,我懂得优先次序,以神的话语为先,我生命里面。 因为有神的话语,生命封城。 摩世提醒我们得到神的话语才能得到真正的福食。 继续看完经文的时候,摩世带我们看另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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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重。 你當心裡的思想也會說,你神管教你,保障人管教兒子一樣。 WR 4 & 5 說:「Your clothes did not wear out, and your feet did not swore during those forty years. Know what in your heart that as a man disciple his son, so the Lord your God discipline you。」 在第一個段落,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封聖與神的話語扯上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在第二層面中,摩西要讓以色列人知道封聖、神、兒女的身份 和神的身份,而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在第二層面中,摩西提醒了一個疑問。 摩西提醒了一個疑問。 祂說:「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重。 你當心裡思想。」 WR 5 & 5 說:「Your clothes don't wear out, and your feet did not swell during those forty years. Know them in your heart. 我好相信為什麼摩西會這樣說。」 I really understand why Moses said that. 有很多時候,我們想是想什麼呢? So today is what we really want. 我們會當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忽略了任何東西, 少了任何東西,我們就會想。 So today is when we are missing something or get less something, we will still start to think. 沒有的時候我們懂得求神,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懂不懂得去感恩, 因為神過去四十年,神已經祝福了你, 我們有沒有分離了? So when we have something, we were missing something, we ask, but when we get something, we never praise the law. but do we think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that we miss something important? 如果我們的眼、我們的思想就是看我們缺乏, 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不足, 我們覺得神好像欠了你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們會想原來神已經保守了你很久很多, 不過我們猛嚴不知。 We will just look at what we have missing, we may think we don't get the blessing from God, but when we really look at the protection from God, then we may just realize, we just don't know that God is blessing. 試試試看。 Let's reflect。 你最近坐得多條腰骨痛的時候, 你又覺得哎呀,神是痛我腰骨痛了。 When we've been sitting for a long time recently, we feel bad pain, and we say, Oh, do you know I have bad pain? 你有沒有貴過說你的腰骨 撐了五十多、六十年, 或是此而感恩呢? But did we ever praise to the Lord that our backbone has been there for fifteen years, and not much problem? 真正的祝福不是神給你什麼, 而真正的祝福是你知道神已經祝福你。 所以, what the true meaning of blessing is, is what we have in, or we really understand that in the past, many years, what the real blessing that God has given us? 你想想想, 如果一個人只是知道自己什麼都不夠, 不夠不夠的, 你就會很痛苦的,你的人生。 但是如果你覺得我是一個很無恩的人, 你已經在得到喜樂和平安, 享受神讓我們一起的福, 請你留意第五節後半節 它裏面說,神管教你,好盡管教,兒子一躍 As a man disciplined his son, so the Lord your God disciplined you 原來有時神容許我們有一些翻略的時候,或者一些不夠,或者一些情況的時候,神在當中管教著我們 所以我們會覺得失敗,但這意味道,神在當中管教的時候,你不要馬上說,神啊你是怎樣苦待我 而是神告訴你,因為你是他的兒子、兒女,所以他管教你 因爲關係不同 所以當我們感覺到神是自信我們,我們會覺得失敗,但實際上可能是一個好事 是因為我們是神的神,神是自信我們 這是一個不同的關係 甚至於當時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口裏面聽了這個訊息,我都不明白 所以當時, even the issue like we heard that message, the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 too 因爲在埃及裏面還有四百年奴隸 因爲在埃及裏面的利益 因爲在埃及裏面對四百年奴隸 因爲在埃及裏面對四百年奴隸 因爲是也無所謂的主人,你給我吧,你幫我吧 因爲為何要求主人的聖事 因爲為何要求主人的聖事 因爲為何要求主人,你幫我吧 所以神不是只祈祷,而祈求教主,而祈求教主。 在希伯來詩十二章中可以提醒我們, 我以一筆可欺負主的管教,他被執罰時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勘必管教,並打了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的你們, 代你們如同兒子,天有兒子,不必父親管教的。 管教如是宗子所共壽地,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師子,不是兒子了。 再者,我們曾有新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經重他, 何況辦靈的父,我們豈不當信復,他不失望。 從 Hebrews 12,5-9, 《And you have forgotten that word of encouragement that dress you as son, my son, do not make light of God's discipline, and do not lose heart when He rebukes you, because the Lord disciplines those He loves, and He punishes everyone He accepts as son. Through hardship as discipline, God is treating you as sons of what's son is disciplined by His Father. If you are not disciplined, and everyone undergoes discipline, then you are legitimate children, and not true sons. Moreover, you all have human fathers who discipline us, and we respect them for it. How much more should we submit to the Father of our spirit and life? 平常會被人去discipline,去管教,沒有人開心。 Well, when we are disciplined by anyone, it's not such a, for sure it's not a happy experience. The one who works, he will discipline, and even the one who disciplines someone is not the happy person. 但是,在聖經裡面很清楚說,神所愛是必管教。 如果你的父母同來沒有說過你,沒有管教過你,沒有糾正過你,你不要以為你父母在愛你。 So, if your parents never discipline and correct you, then you don't expect this is really love. 她還壞了你。 她還壞了你。 You just… uh… Spoil. Spoil you. Spoil you. Spoil you. 神所愛必管教。 祂希望你在各樣的困難裏面,不是你的問題那麼簡單,而在建立你整個的人。 The Lord disciplines those He love, because it's not just a simple, just love. He's to build… try to discipline and make you good. 因為真正的祝福,是因為你是祂的依賴。 The true blessing is because that you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你親戚的朋友,如果今天你面對困難,你不要犯罪。 Brother, sister, and friend, when you are facing challenge today or difficult today, don't just bring on God. 你找緊來到神的身邊,向阿爸父祈求,去謙卑你自己,讓祂能夠繼續祝福大人。 Rather, we should go in front of God, humble ourselves, and pray for God to help us. 莫誓與眾深常見給幾方面的建議。 Moses is really seriously giving us a lot of suggestions. 莫誓在第六節說,你要謹守而護護你神的戒命。 In verse 6, Moses said, observe the comments of the Lord of God. And I will give us a good idea. 我們要留心,我們要 observe. So, the Bible tells us to be, pay attention and observe. 別這麼快說神是不公平,不好。 Not just jump to the conclusion, we crack that God is not fair. 你去看看究竟神為什麼是給你這樣的經歷讓在背後有什麼心意啊? So, we'd rather think deep into why God gave us that experience, what's the reason. 跟著摩世在當中說,神的戒命,遵行祂的道,敬慰祂。 So, then Moses said, walking in His way and bewilding Him. 當我們去留心神的心意的時候,你不要只是放在腦裡,要放在你的行動當中。 So, when we really observe, then we just put what we learn in our brain and really react and respond to those who learn. 你要將神的引導走出來。 We have to walk into the guardian of the God. 以至能夠在每一個環境裡面都存一個驚慰的心。 So, it doesn't mean in what situation we are still able to bring God. 弟兄姊妹,保羅提醒天法律家教會的弟兄姊妹。 So, Paul have reminded the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Church of Desimonians. 他們是令起偶像可以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 So, they should leave all the idols and serve the true God. 弟兄姊妹,這一個是某一個信徒,當我們領受神兒子的身份的時候,我們都要離棄偶像,歸向服侍那些偶有真又活的神。 And we should turn to God from idols to serve the living and true God. 你不是拿了兒子的命分。 And we just don't take the name as the son of God. 以至你的生命能夠產生種改變。 We should live as the son of God, so we should transform ourself. 領培真正的俗課是神,因為你是祂的子女,去管教,去建立你。 The true meaning of abundance is because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s the children of God, God does print and teach us. 親愛的朋友,你是神的兒女嗎? 神的兒女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祝福。 As the children of God, it's the most important blessing that we can get in our life. 如果你是神的兒女,請你記住,神一定愛你,不過祂會管教你。 With the truth of God, keep in mind that God will really love you, but He will still discipline us. 今日,你會不會面對著一些神的管教,在背後神有什麼心意,如何透過這個管教去建立你。 So, today, are we still being disciplined by the Lord? Do you really reflect ourselve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ose experiences? 保羅在二法所說給我們這樣的提醒。 他說:「我為主備囚的勸你們,既然蒙照,行事為人,就當於蒙照的恩上請。」 So, Paul說, in the book of Ephesians 4.1, As a president of the Lord, then I urge you to live alive worthy of the calling you have received. 你有神兒子的身份,你就好好做一個神的兒女。 So, if we recognize ourselves as the children of God, then we should work truly as the children of God. 最後。 Lastly。 他們留意最後的時候,第十節這樣說, 你是得飽足,就要清重耶和華。 你的神,因祂將眼尾地才決定。 In which he said, when you have eaten and satisfied, praise the Lord, your God, for the good land He has given you. 摩世要帶出第三個的關係就是當我們領受封城和共爭,其實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So, Moses is pointing out the third relation about abundance, that's the relation about abundance and the place. 你會留意第七節裡面,它說,因為耶穫說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 He says, for the Lord, your God is bringing you into a good land, a land with the stream and pools of water, with springs falling into the valley and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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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第八、第九節說:「那地有小物、大物、盜圖是無花、果是石樓是、橄欖是和物,全部都是營養豐富的東西。」 全部都是高纖維,有在於三高。 全部都是高纖維,是很健康的食物。 這些叫做什麼?美食。 那意思是,那些是好食物。 你知道,當然神摩西體的觀念和你不同,你是說龍蝦鮑魚,對吧? 那些可能是增加你三高,但這些是幫你做三高有改善。 所以,那些可能是比較不同的東西。 我們有時會相信,那些好吃的食物是好食物,但不健康, 而是比較健康的東西。 最重要是第九節,那句說話說:「你在那地,不決食物。」 不單止這樣啊,跟著他說:「你一無所決那地的石頭是鐵, 翻來可以刮銅。 要有什麼?美食。 請姊妹,神帶我們進入英許地,給我們的祝福有美地、有美食、有美物。 請姊妹,很多時,當我們得到這麼好的祝福的時候,我們值得去問兩個問題。 如果滿足,就不會繼續再問。 我們值得去問,究竟得到美地、美物、美食,究竟是福,還是禍。 我們請我們自己,那些好土地、好食物和好東西,那些祝福的祝福, 我等一會叫你問自己。 你不要問我,如果你問牧師,那你一定是傻的,你有祝福,是好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問教教師,那些好東西是好東西。 但頂姊妹,我告訴你,究竟當你有美地、美食、美物,是福是禍, 其實是存在乎,不是神自己,而是你自己。 因為摩西跟著在十一節至尾之道的時候,提醒當時的意思的人。 當你得美地、美食、美物的時候,你要小心。 所以在十一節至十一節,摩西提醒他們,那些好東西,你必須要小心。 為什麼摩西這樣說? 為什麼摩西說這樣? 因為摩西知道以色列人的心的時候,他說,你要謹慎你,免得忘記你的神。 摩西說,當你有需要就擔心神。 當你祝福到你,你就等了神,不可以理會他,不可以經歹他。 所以當你得到神的祝福,但你會忘記了神的祝福, 你就會忘記了他。 神說,你忘記了他。 神說,你忘記了他。 為什麼原來當人在祝福的當中,很容易忘記神再者。 神說,當我們擁有很多東西,我們就會自己的驕傲。 神說,當你擁有你所擁有的東西。 神說,如果你更融一種心的時候,對下一步的時候,聖經說,恐怕你心裡會說, 神說,你會靠自己。 神說,你會靠自己而忽略了去依靠神。 神說,你會靠自己而忽略了去依靠神。 神說,你會靠身為靠神模式。 神說,不僅是…… 神說,你會靠自己而忽略了去。 神說,你知道神近時會靠神啊。 神說,我們必須花你 Excidente的 numa revue了神。 神說,我們需要一模6章 fel還要活後的活動。 神說,他要靠神。 神說,怕 kostơm 難後不停的。 xual還把神也盡快關節用。 神說, panic買它。 神力嘗 denen我們是就溫、神。 我们就会心高气傲,我们就会慢慢靠自己。 But after we get the blessing, we will be proud and trust in ourselves. 如果你是带来祝福,封城带来这样的结局,这一个不是祝福,而是就座。 所以说是祝福,是就座,是在乎你。 但是一个真正领受祝福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回忆。 But a true person that really 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blessing, he will respond like that. 他说你是得饱足,就要清重耶和还你的神。 原来一个领受神的祝福的人换来的是应该帮助他从爱心里面产生一种清俗。 So if someone really get blessing from God, he should respond with a blessing to the Lord. 为什么在这里摩西讲清重? So why Moses say here, praise to the Lord? 或者什么叫清重? Or really, what's the meaning of praise? 清重是不是代表我们唱一首,诗歌去赞美神,或者唱大声点呢? 什么叫清重? What's the meaning of blessing? 我在以法所书第五章里面说,你们当用诗章重词寧歌彼此对说, 韭唱心祸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上上是感谢父。 如果您问保罗,保罗会告诉你听什么叫做清重,就是口唱心祸赞美心。 So we ask Paul about what praising Paul is telling you that speak to one another with some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你在敬拜里面的参与,你来到一同去敬拜,不是因为那个环境,不是因为别人,而是我心里面,我好尊崇这位的神,我愿意,我从内心里面发出那种责任。 因为你受到,在你缺乏,在你需要的时候主帮助,你体会到你是神的义女,你体会到神的话语的重要,你愿意来到上主的面前。 Because when you explain the missing, you realize that the helping from God, and you want to humble yourself and come in front of God, you can understand God's word. 什么叫做封城? So what's the true meaning of abundance? 封城在各样的经历当中,你的心向主发出赞美。 虽然你有缺乏,但你仍然赞美,你仍然去感恩,你仍然去知足,你人生就是一个活在拥有的封城当中。 The true meaning of abundance is you have a life to fill with praise, even though you are still missing, but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God's word. 如果在各样拥有的封城当中,你仍然觉得我是了不起,而是将神丟在一边的时候,你不是活在一个充城的当中。 So even though we have lots of good stuff, but it's not really a true abundance, because we may just be so proud of ourselves, and put God aside, and really trust in ourselves. 顶姊妹,十一月,提醒我们去思想封城。 Brother and sister, in November, we will think deeply into abundance. 真正的封城不是神满足你所有需求。 The true meaning of abundance is not God just satisfy all our needs. 真正的封城,神透过各个让你的困难、需要的时候,让你深深体会到神话语的重要,神儿女的身份的宝贵,你的生命一生去赞你。 So the true meaning of abundance is even during difficult times, we can still feel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we have the God's work, so we can able to place the law all the time. 顶姊妹,你封城吗? Brother and sister, do you feel abundance? 你想你生命封城吗? Do you want your spirit's life to be abundance? 就要一起收过一个思考,一起去歌颂我们的神。 Let's respond with the hymn to glorify our God. 请你记住,你是他的儿女。 Please remember, you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无论你遇到任何的环境,或者神的话语,给你鼓励,给你安慰,给你勇气去面对。 It doesn't matter what situation you are in, but you can hold firm with God's word, you will give encouragement and the peace to face the challenge. 放心去赞美神,因为祂跟你说祂不会忘记你。 Let's feel free to place the law, because God said, He will not forget us. ��。